我跳舞我都会响 曾经荣获许多模范志工荣耀的李承丽华 平时就热心于公益 因为小时候生活困苦的关系 那她现在有能力就帮助其他人 经常收集回收物资给需要的人 而她也乐于到辞济担任志工 甚至还常常自费捐助偏乡 丽华阿姨对于公益的热情连丈夫都挡不住 即便如此 她还是乐在其中 她觉得做善事就能够让她心情好 又能帮助人 何乐而不为呢 她说实在她热心过度 有时候我会生气真的 那热心太过度了 帮忙人帮忙什么 她像她对面那个交花了 都都是在做 这个是无所谓你知道吗 但是有时候你看 她有时候在回收出来的话 给我这样的话 我也不太高兴 但是她很爱心 整理起来要寄到孤儿院 自己花钱 这两年有一个阿伯 他自己来跟我说 她说你放在摩托摩托摩托 可以帮我 我说好啊 你如果爱就让你 那个阿伯已经八十几岁八十六了啦 我就想说阿伯还滚了 这次她获得模范母亲的荣誉 邻居们都为她感到高兴 与有荣誉 她很热心 然后都很 对走林幼稚啊 都很关心啊 大小时她都会 有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啊 比如说我常常不在家 她都会帮忙 交花啊 然后少 少所有的环境啊 应该 如果是以外面的评价 星级来讲 她是五星级的 李承丽华和先生相处和了融洽 间谍情深 夫妻结理五十年 遇过许多的风风雨雨 依旧是携手走了过来 丈夫直夸李承丽华是位没话说的太太 也感性的说 这辈子要爱她到老 如果来世再遇到 一定还要再把她抱紧紧 可见李承丽华不仅是一位模范母亲 更是一位一百分的模范太太 一定要爱到老就对了啦 记者简明山永和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